欢迎收看欢迎把抓 我是张老和 今天四个关键字 带你掌握天下事 郭董扮造势 徐耀昌 你是不是吃到了 诚实豆沙包啊 竟然是大喊下架国民党 支持郭台铭当总统 这大哥一下台说口误 你信吗 现在外界整个 知识从周点论开始 不祭出党界后果 破窗效应要来了吗 赖品于重炮劈喉的核能政策 殊不知这回力标啊 来得又快又急 他老爸赖敬林 新潮流的药角被起底了 出任18家能源公司的董事长 原来启用核能会影响 再生绿电财吗 巴巴会馆主谋 郭哲敏前返回台 一则洗一则悠 洗的是人带回来了 好好办 但优先人更多啊 怎么办 他手握的是大量的账策 人脉关系 我会被揪出来呢 从检警到政商名流 现在睡得好吗 大陆公布恢复出境名单 美日韩澳都在内 我们台湾呢 没有 两岸关系持续恶化下 伤到的是观光的经济链 观光局大撒币补助 结果是我们的观光逆差 持续扩大 业者气道 现在要抗争了 现在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赵和好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李柏益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赵一祥 大家好 今天政治圈 大家最关注的新闻是 徐耀昌你是吃了诚实豆沙包吗 还是说你最近身体不好 我好担心你喔 原因是因为来看到 8月10号郭台铭 在苗栗办了主流民意大联盟的造势晚会 他说动员5000人 包括上面有谁 你看这张照片 中东景站在这个地方 徐耀昌站在这个地方 后面还有国民党籍的议长李文斌 跟副议长张淑芬 通通都来了 好 徐耀昌在你拿到麦之后呢 他就觉得这边是他的主场了 他说了 苗栗选民造就国民党 但30年没有照顾苗栗 下架民进党 下架国民党 支持无党籍的郭台铭 当总统 他会后改称是口误 你觉得是口误吗 我们现在原因重现一次 请民进党下架 更要下架国民党 让国民党彻底的反显 你看到这个画面 你还相信是口误吗 他下来说 拍谁拍谁我口误啦 但你看到这张照片 中东井最尴尬啦 他手是污泽 你怎么怎么说话啦 旁边的人露出很多神秘的微笑 大家好像觉得你到底是吃了城市豆沙包 还是说真的是口误呢 那中东井时候也有说啊 他是激情脱稿口误 不需要太计较 怎么可以不计较呢 现在大家都很气啊 原因是因为 大家还记得在屏东的时候 周典论那时候 还出来说什么要帮忙他组织啊 甚至连蓝营的议员 都叫他主持人啊 后面还有一张很大的看盘 选说选总统 那时候考纪会说啊 这个事情啊 我们还要再来调查 而他们针对了这个中东井的这件事情 他说所有党员唯一支持猴 已构成考纪会来调查事件 但是他调查到最后 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先打上一个问号 来袁芝你怎么看这件事 没有我就觉得不要硬拗啦 讲错话就讲错话嘛 像之前赖清德也有一次也说 下架吴思瑶 没错 明明就很讨厌吴思瑶 后来硬拗啦 口误啦口误啦 我其实讲吴思怀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不要硬拗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刚刚看他那个画面 他讲话是有前后文的嘛 他前面讲说 他说我们不只是要下架民进党 也要下架国民党 也要哦 也要下架国民党 然后他有个论述 他说因为国民党过去 在苗栗都没有照顾苗栗的人 所以我们要下架国民党 这是他讲的 诶 这样听起来有脉络清晰 逻辑清楚 有可能是口误嘛 其实就是因为他 他就是不爽国民党 我觉得他就是不爽国民党 你看刚刚说 他讲下架国民党的时候 旁边人多尴尬 因为一般来说 你才造势场合 你讲了一个 好像情绪激昂的话 通常会停顿一下 让台下的人跟台上的人 做反应对不对 就他停顿完之后 台上不知道怎么办 那个中东景的这个 屋起来 然后 你怎么还这样 那种感觉 他说啥 然后 然后那个郭董还在那边摇旗 好像还支持的样子 所以 真的啦 我真觉得这个事情要好好处理 为什么要好好处理呢 不然真的会产生破装效益 大家知道郭董是要办十场 第一场的时候在屏东 后面已经打选总统了 我觉得还可以硬拗啦 我还可以讲说 因为那个终点论 他没有看到那三个字 所以他不知道 那也不是他的意思 可是这句话都已经是 需要他自己讲出来的嘛 那这不处理的话 那请问一下那第三场 人家会讲什么 有样学样啊 反正是下架国民党都没关系 那我讲消灭国民党好不好 所以会越讲越硬啦 那考纪会的讲法是说 他九月的时候才要处理 可是郭总的十场 他在八月底以前就办完了 你九月才处理 你没有办法达到任何的 嚇阻的作用嘛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 我觉得要明快 赶快对这个事情要表态 那我看到今天主席的意思是说 主席是说要严办 这样就对了 主席的意思是 这个任何伤害党或者提名人都不对 好那考纪会就要跟上主席的意思 赶快开会 赶快做出一个态度 不能曖昧不能模糊 好我们只能说 一人之政是国民党的正义使者 我看到中东请讲完这句话 我只想送他这个 不管你吃了什么都给我来一点啊 你可以看到他讲这种话 真的是对的吗 我现在指的是徐耀昌啦 对不起我刚刚口误的关系 来我们从张思康来开始 来这边开始慢慢谈起来 你是怎么看徐耀昌的这些事情 我想这个叶元支跟我们还有 我们去前几天去听一场演讲 前几周嘛 听完演讲之后 哇这引起党内很大的讨论嘛 我们还有人说要警告我们啊等等 当然我们后来是没有接到什么电话了 那如果看我们只去听一场演讲 就引起这么多的讨论 我觉得像周典论也好 我是帮他主持的这些议员也好 你基本上是站在郭台铭这一方 然后再帮郭台铭造势 那你可以当然可以说 郭台铭现在还没有宣布如何如何 但是你这样等于是助长他的声势嘛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国民党里面面临一些实职 做一些实职分裂 或者有一边人会去跑去郭台铭那边 那这对大家来说会不会有个示范效果 他这个周典论没事 然后这个徐耀昌也没事 帮忙主持的议员也没事 那接下来的八场里面 会不会有更多的地方明代去站台 反正我站完台之后 他也没宣布参选嘛 所以我觉得事情已经走到这个样子 这特别是林津姐两个礼拜前陪着参拜 后来接到电话 党部的电话叫他下一场了 不要再继续跟了 后来被这严重的口头警告 党继处分 那接下来这些部分 中东警也好或是周典论啊 那应该会不会接到电话呢 有没有电话打给他们 叫他下一场不要再这样做 或是有没有知道说郭台铭 如果到其他县市的时候 有没有让当地的县市的这些议员们 然后这些议长们知道说 党中的态度是OK 我们现在做一个兼闭亲眼 我可以不攻击郭台铭 我可以尊郭 但是兼闭亲眼这个部分可能要做到 然后你自己人不能去帮他造势 不能帮他站台 不能帮他这个 不能帮他这个话动转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要做到的 否则的话你到后面会觉得说 那这样的话我就 万一郭台铭要连署之后 我可以帮他做连署的事情呢 反正他还没有把连署出交出去嘛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党中开始要 拿出态度了 你也许5月份到之前 大家还觉得还在一个模棱两可 还在一个不是说怀柔 拜托他这个能够跟这个国民党的重新站在一起 但是你这三个多月里面 你通电话都接不到 你人都接不到 显然他的心意已决 心意已决至少短期间之内不会跟你站在一起了 所以我觉得党部要拿出这个态度 就是我们的人你可以尊郭 你可以不攻击郭 但是该去的场子你不要到 不要到去这些场子里面去 然后该讲的话 你要支持侯友宜 不要帮郭台铭在旁边造势 我觉得这是党部的基本态度 博弈哥我们刚刚提到了 党说9月才要去做这件事情 会不会有点拖太久了 第二件事情是我想问 为什么徐耀昌他不会怕 因为他今年没有出来选 不选最大嘛 再加上他去年还帮中东景来站台 不是说要处理他吗 我看起来也没有处理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徐耀昌 他才敢说出他的真心话吗 其实我要从光明面来看这个事情 其实徐耀昌用心良苦 当他讲完这话之后就说 马上下手处理 再也不 没有灰色地带了 本来之前很多去参加郭董的活动 大家还抱持着友好的态度 但是当徐耀昌讲出这么离谱 国民党下架完之后 包括党主席 包括侯团队 包括所有我们从政同志 我觉得都会根据党纪来处理 接下来的问题 不会再有灰色地带 要知道郭董在这回苗栗的活动 台上所有的人 拜托你看一下 要嘛是国民党 要嘛就跟国民党有关系 甚至连郭董之前还想争取国民党提名啊 就你现在突然来一个 徐耀昌说一个国民党下架 老实讲尴尬是谁 尴尬是全部台上的人 而且因为发生这个事故 当然我们觉得是难过啦 你说口误 我这没有人会相信啦 你讲这话出来 摆明就是给国民党丢面子 丢难看的事情 但是当你话讲出来之后 刚好让党主席 包括很多党中央的人 直接处理了 因为要知道 如果接下来 刚刚照袁之哥讲的 如果接下来不处置的话 他郭董接下来的活动 我们怎么办 9月13号 如果郭台平 郭董去登记为总统被连署人 怎么办 接下来是不是我们所有人 还要继续陪他 继续的玩下去 玩到11月正式登记 玩到明天总统大选 国民党会被郭董一路玩到挂 好 其实我们从昨天的苗栗 到前天的评论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到底党纪算什么呢 我们看到评论这一张 评论这一张最关键的就是什么 就是他上面竟然写了 选总统三个字 但是因为周典论他没有说 从他口中讲出 是后面的背板的关系 所以考机会现在还在想 我到底要怎么去处理他呢 但相对于 我们今天两位来宾 你看看叶元智先生 你看看张思刚先生 被郭董邀去VIP 洗什么了吗 就要被人家骂 去看演讲什么了吗 会有被骂 屏东没有被骂 苗栗没有被骂 为什么只有两人会被骂 对啊 为什么 对啊 我从善意的解读啦 就是说 而且我跟上次 刚刚我们还是7月23号以前去的 快一个月 7月23号是什么意思 7月23号是全代会 全代会之前 我觉得大家还可以拗啦 就说哎呀 全代会还没通过嘛 他只是中常会征召 你又不知道会不会通过嘛 对不对 诶 全代会已经是所有党代表通过 本党就是征召侯友宜 那7月23号以后 国民党从政同事你们还在怀疑什么 你们还认为说 有可能会把侯友宜换别人吗 这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时间 时间点的不恰当 第二个形式上 那天我跟张志刚 我们两个都离郭台铭很远耶 郭台铭在台上我们在台下 我虽然说被引导到第一排 但是其实跟他还只有一段距离 那个张志刚刚躲在角落耶 角落生物耶 他是被那个徐晓鑫Cue出来的 才知道说 莫莫听言讲 对啊 这样子我们两个被霸凌多久啊 你会不会觉得一种不太平衡的感觉 他们没事呢 我觉得真的会有点不太平衡 所以主席是有讲说 一定要处理嘛对不对 可是主席讲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有言论 你不能有言论去伤害党 换句话说 徐晓只要他没有讲下架国民党 好像也没事 他如果说跟郭台铭站在一起 然后跟他同框帮他摇旗 只要郭台铭还没有宣布选手统 没事 但是因为徐晓他讲的下架国民党 才有事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其他人也是会觉得说 那所以我现在去听演讲可以啰 我站旁边可以啰 我帮他每次同框一下可以啰 是不是 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也讲清楚 不要好像我们两个 看我们两个比较好欺负 然后就骂我们 然后其他地方拍戏 然后就夾夾夾夾 这样子我们从事同事也会 衡量自己嘛 我是处于好欺负的还是不好欺负的 我好像看起来不好欺负 那我就去跟他在一起 我比较好欺负 那我就躲远一点 这不是无所适从了吗 来 逸祥 你这样听完大家所有人讲完 会觉得真好 对我们民进党来说躺着选就好 他们自己乱就好了 其实也完全不会 但是说实在 真的是会觉得说要拿报名花来看 因为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刚刚 言之提到好欺负 其实我真的会看到这件事 会想到当年李正浩 还有郑佩芬的事情 其实那件事情真的很明显 当时他们还不是批评国民党 当时他们不是说下架国民党 当时他们只是对于说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韩国瑜 提出疑虑嘛 对不对 提出批评嘛 结果后来他是一致通过的开除案 一致通过 而且是用什么 他的不当言行 不当言行 这样子就可以开除了 那我说实在 如果像用同一个标准去审视 现在跟郭台铭的状况 有多少人会以不当言行被开除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回到一点 就是刚其实主持人也提到 许耀昌他也没有要选嘛 对不对 苗栗本来就苗栗国啊 就是他有他独立性在啊 他就是有票嘛 他就是有支持 他就是现在 连平日哦 没有选取白日化之前 就可以拉来5000个人来造势 这不简单 尤其他苗栗不简单 他有这样子的号召实力 所以这才是国民党的难题 我觉得并不是许耀昌 他本身说出这些话 而是怎么去处理许耀昌这个人 我觉得才是重点 所以我觉得主持人 其实刚刚大家的分析是主持人很硬 我觉得我看主持人 我觉得一点都不硬啊 我真的去念给他听 他仔细说讲的论述嘛 他说要严正处理 没错 但是说并了解真相 他至于说这个是不是口误 他都问说是否是口误 都要去厘清 这听起来不是很硬 还有给他个台阶下的感觉 他都会说 你讲的这大多数不可能的事情嘛 有前后脉络嘛 任何人有两只耳朵 都会听的说他不是口误 如果拜登说出三次我要防卫台湾 甚至都会认为是口误的话 那许耀昌这段会是口误吗 当然不是口误嘛 但是今天注意来说 是否是口误这件事情还要去厘清 那对不起 那就是说有可能说这真的是口误了 那口误之后是不是就没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国民党 应该是蛮尴尬的一件事情啦 但是我觉得其实许耀昌会讲出这些话来 并不是偶然的 也就是说他其实也是反应到 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也是算半个苗栗龙 他也是苗栗龙 参会回苗栗老家 他们其实会提到很多对于国民党不满 但最好还是会投国民党 或者是国民党的候选 但是对国民党有很多的不满 所以我觉得许耀昌会提到说什么 你30年我们苗栗一字都投国民党 你知道国民党到现在苗栗 无论是在县议会 无论是在县长 无论在其他的职位上立委 其实东东都是一字蓝嘛 对不对 一字蓝或者是跟蓝相相应的一些人 30年投了国民党 就30年看到的结果是什么 那今天我觉得换过头来去看 反过头来去看郭台铭的状况 郭台铭搞不好也是类似感受啊 说过去我就是因为一样 像你中东起一样 被国民党的机制所搞下来的 所以你们大家对我 都是有一定的同情心在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场次 应该对国民党是超大难题啦 好我们来提到郭董 最近你记得打路战 我们刚刚看到屏东的部分 又看到苗栗的部分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人数的部分 大家好像谈得不是非常龙 你还记得我前面说什么 他说他动员5000人 但你可以看到 这陆陆续续 一个4000 一个5000人 甚至郭伴前半人说 还有10厂 我们刚刚有提到 但是这个人数 刚刚虽然说苗栗是 以当地动员是蛮多 但是好像跟他之前的 升势比起来 是不是有来降呢 因此新经文有说 郭台铭人数有消风的趋势 甚至郭正亮也有说了 如果你之后你真的要连数的话 有可能吗 第一个是 宋楚瑜当时的升量 是比郭这个高非常多 但最后连数只有46万份 所以你说要连数百万 基本上不太可能会达到 所以现在结论是 郭董的旋风 是不是难道已经消风了呢 而在今天 郭董在南门市场的时候 斯康哥他还说了 我决定好之后 我就会跟大家来宣布 我看不懂 他现在的战术 到底是怎么样 他现在决定好之后 决定好要这样做 要选总统 还是决定好不选总统 他感觉是说我要选总统 对但是有时候 我决定之后 我发现我决定不选 也有可能啊 我做决定有可能做 go或not go 有两种不同的决定 那事实上 为什么 我觉得不仅是 到场的人数 看起来有下降的趋势 甚至他这个民调的部分 大家也看出来 就也开始变成说 斯卡顿花都是第四名 为什么 第一个 国民党定于一尊 然后大家呢 会冷静思考说 他出来呢 事实上是帮到谁 是帮到 要下架民进党吗 还是直接帮了民进党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他直接选的话 就是要帮 就等于是帮了民进党 这对很多 蓝营的支持者 或对很多希望 明天政党轮替的选民来说 郭总出来 基本上 对整体选期 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大家会 慢慢的去思考 再加上国民党 现在定于一尊 然后对侯友宜的部分 虽然大家对他的期待很多 然后还是跟他说 你这个没做到 那个没做好 但是我觉得他 这一段选举列车 会有一部分 已经就进入轨道了 包含这个政策 也就陆续的提出来 然后这言语的攻防 然后回应等等 我觉得是一条 在上一个轨道的列车了 那你这部分 你不能说就叫他停驶 然后列车长坏人 不会嘛 列车已经往前开过去 虽然大家对他的速度 还有期待 但是列车已经安稳的开出去了 所以他就觉得说你郭台铭 这样才出来 是不是一个搅局者的角色 再加上说他之前放话说 要跟什么柯文哲去搭配 柯伴还有他们的发言也出来 柯文哲的打死不对 因为他是个政党提名的SOT 所以看起来郭台铭 他每条路基本上都被封死 那你唯一的选民 是希望说明天政党轮替 但你看起来就是民调第四名 如果你今天民调 跟赖清德并驾齐驱 都三成 我跟你讲那柯跟郭 柯跟猴两个人 就不用玩了 再收拾包袱 回家睡觉 但你现在也没有啊 但基本上都是第四名 所以看起来就大家支持你的 合理性正当性 就通通不见 周一到周五晚正十点 请锁定 还女币把状